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在一起 也支持你是警察 你才制造毒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才是真正的国际大毒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一直以为你很感情用事 是吗 你赶紧 我说是谁 你赶紧 在这里 你赶紧 我赶紧 你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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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赶紧 你赶紧 你赶紧 酒吧怎么样 比前一顿好多了 安清 别回头也别说话 听我说 我们一起离开这儿吧 去哪儿 梦丽 喂 小花 没你们想出去逛吗 陪咱们去吧 好好玩 那个 小心点啊 知道了 我 去哪儿 我 去哪儿 你 去哪儿 我 去哪儿 你 去哪儿 你干嘛跟着我们 上午话让我保护你 我们需要保护吗 需要 请你别跟着我 毒品的主要利润是来自于树 目前最新的行情怎么样 最新资料显示 一公斤海洛因 在金三角 也就是金小杰那一带呢 是一万六 入境运到云南 数万五 再运到广州就是十一万八 再到香港就是二十八万 到美国呢 六月十五号的价格是 一百一十万美元 也就是说 从毒品降工厂出来 一千美元的货运到美国 价格就涨了一千倍 目前我们的卧底 正在修了一场改装那几个油箱 估计很快就会完成 老陆 牌照办得怎么样 部里协调了 武警那边呢 答应给你支持 但还要走一点手续 电话下午就给你 必须要拿到军营牌照 否则卧底交不了差 对 棉检军营车牌 而且是真的 挺难的 想办法 一定要拿到 好 我努力吧 兄弟 你快点儿 大哥 你这样我们太难办了 来 帮忙 来 抽银 你要偷油 这半碗太笨了吧 嗨 没有别的办法赚钱 兄弟 你加摆劲 今天晚上一定要搞定 好好好 回来了 晚清早 回来了 晚清早 安晴跟欣灵的那个女孩跑了 怪我疏忽 对不起 去吧 去哪儿 去找他们 找不着你也别回来了 好 我 安晴 你知道吗 那些人已经跟着我很长时间了 我真的害怕他们会把我 你还不想离开丁少华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 他会彻彻底底地把你毁掉的 还是这个东西好 它能让我们忘记一切的烦恼 对 我都不是 能让你回来 他会的 你只能让我去 爱情 是 那天 你只能让你回来了 乔近 丁天宇那边没有什么消息吗 不是明天早上才到期限吗 他没有跟你联系啊 没有 那个小子是个硬骨头 他不会跟我联系的 靳言 他行 我觉得 这个事他能搞定 看他糟了 喂 哎 怎么样 全部搞定了 连牌照都弄到了 好 金海通知我 明天一大早过境 找金小杰交差 好 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络 好 我有个要求 说 我希望你不要对林霞下手 她是无辜的 为了她自己 为了我 也为了你 她必须得死 我用我一只一生的幸福 换我一个朋友的名 我 求求你 求求你 必须要拿到军用牌照 否则卧底交给人拆 连捡军用车牌 而且是真的 挺难的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喂 是我 不是说好 你不要给我打电话 有事我给你打电话吗 情况紧急 你快找个安全的地方 跟我通话 好 你稍等 喂 怎么了 你还在国内吗 我在边境 明天一早出境 今天晚上你跟金小金那边 有没有联系 没有 好 你听我说 赶快把那三个军用车牌扔掉 怎么了 扔掉它 什么意思 这是个圈套 你什么意思 是金小杰在试探你 试探你是不是我们的卧底 我不明白 你想一想 他给了你三天时间 让你来完成这些任务 金小杰长期在中缅边境 他知道军用棉检车牌 有多难弄到 他给了你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在这三天时间里 你弄到了军用车牌 你就死定了 你说什么 你再跟我说一遍 我没有完成任务 车有三辆 雪香也改造好 可是军方牌照 一个没有 这就是我看好的兄弟 就是你给我大力推荐的 我未来的得力助手 滚了 回去吧 没什么事 军严 怎么处理 要不然 切一支惩罚 或者干脆让他走人 不处理 不处理 这些日子我不会见他 你去跟他说 说你会说服我 说我最终会原谅他 我 我明白了 你明白 好的 我 畅活 又烹饪 pracy Rang 我们突然跟你搞的 关系 Keiko 非得让你来送到上去 这是我们俩的秘密 杜老师 你看你们工作这么忙 赵队还特意让您约我谈话 真是不好意思 别这么说小张 赵队确实很忙 所以派我来跟你聊聊 这说明啊 当领导的很关心 你和苏可的事 那请你替我谢谢他 其实也没什么 赵队这个人吧 一向对工作严肃认真 特别是接受了新的任务之后 那更是不能含糊的 他很希望他和他手下这几个人 在工作上少一些后果之忧 我能看出来 你们赵队一定是这样的人 不光赵队 我们大家都这样 苏可对你啊 在感情上 那是很真挚的 爱情嘛 那一定要转一 对不对 我们头儿的意思就是 在工作中呢 希望你多给苏可一些支持 支持 就是 这次工作从头到尾 一直到结束 我想问您一下 你们头儿目前结婚了吗 没有 真的没有 那他就不可能理解我 至少不可能理解得那么具体 这个我还真代表不了他 原谅我说的这么直白 我只是想把我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 好吧 你接着说 你门头目前作为一个单身男人 当然完全可以做到他所要求的少一些后顾之忧 我也是警察 我知道这职业的特殊性 可我没有让苏可做什么犯错误的事情 其实现在苏可也完全没有必要在乎我的存在 我的感受 认真地干他的工作 可我作为一个女人 我毕竟是存在的 有感受的 因为我爱他 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 非常清楚 不过这次工作 非常需要苏可 我知道 你们同意没尊重我 才特意让您约我谈话 可再怎么尊重 我现在毕竟只是苏可的女朋友 不是她的家属 谢谢您 杜老师 也谢谢你们头 麻烦您替我转告她 我会努力地说服自己 不再让苏可有后补之忧 也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杜老师 我不耽误您时间了 再见 你再做会儿喝会儿尝吗 不了 我还有事情 少华 找到了 少华 终于找到了 我让人盯着呢 这次他们绝对跑不了 在哪儿呢 在海珠区一个小车的所 看来他们是真的没钱 找到有所正要赶人呢 没钱了 那酒吧呢 滚了 要不 下午把他们弄回来吧 不用 就只盯着他们 盯着他们 还等啥呢 少华 等他们懂事 让他们懂得生活是怎么回事 把我晓了好多天 金海来过几次 说说服金小杰原谅我 说服金小杰原谅我 面子活做得还挺足 我们现在怎么办 不着急 等 等 对 等 你也趁机好好休息 我估计时间也差不多了 他这几天肯定会召集你 好 好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一会儿出去一下 早点回来 早点回来 找到属于你的人生价值了吗 你怎么这么笨呢 人可以坏 但不能笨 你怎么来了 带你去个地方 你怎么这么笨呢 我怎么这么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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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吗 还有吗 再给我一点好不好 我受不了了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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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我一点好不好 我可以给你一个给我什么呀 回家吧 我给你回去 那你回去啊 给他吧 我会让人把玲玲送到解脱所了 这一部分 毒品是给傻瓜洗的 还愿意做傻瓜 我一定会掉 我一定会掉 什么事这么急 今夜要见你 见我 走 事情过去了 再不要提了 我希望你能在将来 展示你的能力 好 高崽 一夜 开哥 高崽跟了我很久了 他们都叫我高了高 高崽 明天你和天忆出趟差 是 出差 对 送货 送货到开阳 金小杰会从缅北发车 运送毒品到开阳 协调延线各地方警力 长途跟踪 长途跟踪 你是我一国之军 可可多放心心存在这屋上 马哥 上华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他在房间没两天了 我真的很担心 没事 咱只不过再想点心事 你们平时 都在做什么生意啊 你不是很清楚吗 就这么满足了 小米少都没错 我给你发现 下次我一定会 你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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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白 苏可会不会被反跟踪 那个金晓杰可是个高手 苏莲 给老婆 是 喂 老杜 请讲 没有发现任何可业车辆跟踪速可 一切正常 好的 头 目标和猎豹没有为恩宗 一切正常 太好了 高载和行载出发多久了 六个小时三十四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再过一个小时 给高载打电话 金也 我 我有点搞不明白 说 你是想问我 为什么不搭配强强组合 反而让最胆小怕使的高载和星天宇去 是不是 是 你有没有看过一部迪斯尼的动画片 叫做猫和老鼠 看过 可是这个 两只张牙物找到猫在一起 有什么意思 反而是老鼠 老鼠 高了高 猫和老鼠在一起 太有戏了 动力了 你 不对 金小杰有诈 立刻同志他们 停止跟踪 头 这是金小杰过境的第一批毒品 数目肯定不小 我们不能错失良界 我们部署得很严 机会也很好 执行命令 可能会有所多的 有些交易 我会上门 超多的 有一些 我一定会选择 那么 我会跟踪 你有氓 是 来 来 来 二哥 对 没有 没有北特兰分工 好 金小杰这一趟放的是空车 目标车里没有毒品 赵队 你也太自信了吧 你凭什么肯定 车里就一定没有毒品 那也行 我可以跟你打个拨 毒什么 别毒了 你输定了 金野 钢仔说他们没有发现被跟踪 告诉钢仔 半露沙一旦发现被人跟踪 立刻做了金田鱼 金野 金野 咱们 咱们用人不宜啊 金海啊 如果有一天 你很有可能会死在这个汗之上 好 早上好 你终于出来了 屋里别来两天 饿坏了吧 你比我还饿呢 你想吃什么 我就给你买 什么都想吃 好 中南大学生物系教授邓文才 明德大学化学系教授张东方 高北医科大学杨书平教授 少华 这什么意思 我把难题都写在信封里了 我把难题都写在信封里了 这三个信封交给任何一个人 都会吓死我了 但是把它分开了 它只是三道滑雪难题 你 少华 你把自己关了两天 想的就是这个问题 你马上找江东 让他以最快的速度 注册一个药厂 另外 马上联系这三位教授 记住了 一个信封只能给一位教授 千万切记了 少华 我 我是担心 担心什么 安清昨天已经向我打听了 你究竟在做什么生意 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们的买卖了 加上高川的事 我是怕他 放心 没事 出去做事吧 就是这里 嗯 就是这里 嗯 我们到了 嗯 好 天悦 车不要了 你赶紧回缅甸 不等拿货的人了吗 这里好像不太安全 哼 那趟车上没货 什么 没货 回来直接见金爷 金爷在海龙王 我给你摆这个桌子 我不敢摔下了 准备来买单 我去趟厕所 楼下都一样 你用三十分 你用三十分 谢谢 你妈 你上午说给我喝酒 没喝酒 今天酒来吧 喝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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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来来来 坐坐坐 你要去坐 干嘛 干嘛 干嘛的 你干嘛的 坐下 干嘛 我告诉你 老实点啊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天宇 天宇 你快点啊 兄弟 刚才动我们地区吗 别跑 打死你 别跑 走 你别骂我 别骂我 你现在有种了 刚才的 我有钱我怕他了 我干了我 你别骂 别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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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宇 你这身手真是没得熟 咔咔咔几下 摆平了 天宇 你今天仗义相救 这情我记着 看到刚才那姑娘 你想家了吧 是 想家了 我在老家 也有个妹妹 年龄跟那姑娘差不多 你是哪里人 湖南乡他人 出来几年了 六年了 六年都没回家了 也不知道 回得去回不去 天宇 那天你差点没命 你知道吗 差点没命 是啊 那天咱们出发以后 一直有辆车跟着咱们 是吗 可不是吗 如果那辆车再多跟十分钟 你小子就没命了 为什么 因为金爷吩咐过 如果发现有人跟踪咱们 就立刻坐了一遍 有什么讲究 在高速公路上 不排出有车同行的可能性 可是这辆车 一直匀速跟了咱们六个多小时 一般来讲 如果超过七个小时 就有问题 为什么是七个小时 这是金爷的经验 我们只能按照规矩行事 金爷的经验有错误的时候吗 有关 好了 改天听你这个故事 是吗 少华 药厂已经铸造好了 我都把那一颗主cio子 结束了 我都把那一颗主子 傅人的词录音 在阳子里的不消音 在阳子里的灵台 你说吧 你怎么能信住 可以帮你的灵台 把那一颗主子 还能恢复到哪 许多所 beyond 温馨感受人间沙连 为了安宁 我情愿追逐守望 守望赋予我们成长的地方 苦和泪 我不会深深 爱从来都是热血忠诚 我的悲惧更不怕虚洒江场 追逐中我的行为 甘胆相照激荡 用生命煮酒 国家心香 这是我的追求 我的理想 用生命煮酒 国家心香 风雨中 我是拨开乌云的力量 你 是拨开乌云的力量 我是拨开乌云的力量 我又拨开乌云的力量 我又拨开乌云的力量 我不委屈 更不怕虚洒疆场 追逐中我的行为 甘胆相照激荡 永生主将 国家新乡 梦与众我是拔开 无垠的力量 力量